警方来到药局发现眼前这名老翁已经贪坐在椅子上 警方怎么问他完全说不出话来 只能用尽力气用手比出自己的出生年次 好 唐警方在上月26号中午在台湾大道一段上的一间药局 这名老翁来买药时突然在店内倒下 吓坏在场所有人 由于老翁倒下时没办法说话正常表达 那药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老翁倒下之后有自行缓缓的起身坐在椅子上 而且有拨打电话叫计程车 那之后就完全说不出话来 而且冷汗直流手脚冰冷 由于情况危急警方到场后也立刻将老翁紧急送医 那最后人员初步判定44年次的周姓老翁应该是中风 好在及时送医治疗已经恢复一事 那老翁也向警方表示 他是来到台中找朋友 前几天已经感到身体有觉得不舒服 才到药局买药 没想到直接就在药局中风倒地 那感谢民众和警方的即时协助